三邦调查局周一突击检查了川普总统律师科恩办公室的酒店房间 川普总统继续指责其行为是猎物行动 具体情况 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从新闻中心来介绍 是 林森 我们知道这个美中在贸易政策上僵持不下的局面 本周似乎是出现了一个转机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习近平在星期二的海南博鳌经济论坛上说 是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 并且今年会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 而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那所有的这些都是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提出过的要求 而此前美中两国也是相继宣布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成关税 并且也都威胁说要扩大加成关税的范围 那么在习近平星期二做出了上述的表台之后 川普总统也在今天在推特上感谢习近平主席善意的言语 那么在星期二的白宫记者会上 发言人桑德斯也是表示只有口头上的表态是不够的 还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行 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了一步 我们感到受到鼓励 但我们想看到中国方面的具体行动 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向前迈进 如总统所说他欣赏习主席善意的言语 但我们想看到行动 我们关注的是确保终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这是总统致力的目标 不仅是言辞交锋 而且是要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 是那么在今天在白宫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呢 就是联邦调查局FBI星期一是突击搜查 川普总统私人律师柯恩的办公室 并且是收缴了文件 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川普总统 与色情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相关的文件 那联邦调查局呢是根据特别检察官 穆勒移送的信息获得了搜查令 穆勒的团队呢我们知道目前是正在进行 通俄门相关的调查 华盛顿的邮报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呢 这个消息援引了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的话说 对科恩的联邦调查 涉及可能的银行欺诈 电信欺诈和违反有关竞选资金的规定 那川普总统对这一次 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反应是非常的愤怒的 今天他就发推特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是写到说 这是彻头彻尾的猎物行动 而他在昨天周一呢也是再一次表示 对FBI和特别检察官穆勒的不满 再被问到有关解雇穆勒的 这个特别检察官职务的时候呢 川普总统在星期一说 他说认为这件事令人感到羞辱 有很多其他的人也这样认为 这是不折不扣的猎物行动 他也再次表达对司法部和这个司法部长 塞森斯的不满 我们知道他们他表达的这个对塞森斯的不满 类似的言辞呢 已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了 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如此的愤怒 我就此采访了美国之音记者马龙 那么他认为呢 这一次的突击调查和结果 给川普总统可能带来了更多方面的麻烦 我们来听一听马龙怎么说 毫无疑问 科恩办公室被突击搜查的事件很戏剧化 这和涉额调查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知道 特别检察官并不向民众公开调查内容和原因 但似乎这次FBI得到的资料中 包括与科恩向风暴女丹尼尔斯付封口费相关的文件 风暴女丹尼尔斯称 曾在2000年与川普有过不正当关系 但川普否认 川普总统目前似乎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是通俄门的调查 我们还会想 现在调查是不是还包括与风暴女丹尼尔斯有关的反腐调查 似乎川普总统在另一个方面又有了更多的麻烦 是另外今天的白宫也并不平静 今天呢川普的首席国土安全顾问汤姆·波瑟特 在星期二是突然辞职了 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 因为就在前一天坚定的保守派人士约翰·波尔顿 是出任川普总统执政15个月来的第三位国家安全顾问 那么自从川普总统宣誓就职之后呢 43岁的波瑟特就一直在白宫效力 但是呢川普把国家安全顾问迈克·马斯特 解职的时候呢 他是选择了博尔顿而不是波瑟特来接替这一项的任务 那马龙也认为呢波瑟特的辞职可能与波尔顿上任有关系 很多人注意到这发生在川普总统的新国家安全顾问 波尔顿上任之后的第二天 波尔顿一向倾向于用对他忠诚的人 这是不是和波尔顿上任有关 我们不知道 波瑟特周日还在电视上为川普总统的政策辩护 几天后他就辞职了 所以一定是内部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人也在猜测 波尔顿对这件事有多大的影响 是那么关于这个波瑟特辞职的事件呢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川普总统感谢他的爱国奉献 并且祝他好运 那除此之外呢 川普总统在今天还决定取消访问南美参加美洲峰会的行程 改由副总统彭斯来代替他 那白宫方面呢表示说川普总统做这样的决定呢 是因为需要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有关叙利亚的政策 但是也有人认为呢 联邦调查局周一对科恩办公室的搜查会牵扯到总统的一部分的精力 那就此呢 今天马龙表示说这个联邦调查局这个穆勒进行的通门的调查呢 其实一直是笼罩在川普政府头上的一片阴云 而川普总统呢 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摆脱这样的负担 并且也认为是俄门的调查呢 是拉低了他的民调支持率 我们知道目前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呢 在40%出头 那么这样的民调支持率呢 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是算比较低的 尤其我们看到今年11月份还要进行中期选举 那么如果在今年稍后的中期选举当中呢 共和党失去了国会的多数党的地位 那么对于川普总统今后的执政将是非常大的阻力 也势必会影响到他竞选连任 林森 好 谢谢卡拉 这是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